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哥哥妹妹有意思 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 是我们的周三告解室的时间 准备好 要来告解了吗 纯白无瑕 温柔芬芳 你洗的衣服 有你的模样 满身是寒 拖了又穿 你常笑我脏 男人难免啊 那种戏松平常的对白 爱已不在 我爱你 好爱你 对不起谢谢 掏上手中那指尖 我恨你 好恨你 对不起 谢谢 而嘲笑我有多狼狈 礼包 只要成心成意地 忏悔就好 02-2363-9955 2363-9955 这是我们的忏悔专线 一天爱 我爱你 好爱你 对不起谢谢 脑中住着你的脸 我恨你 好恨你 对不起谢谢 孤独赐着我的悲 哈喽哈喽 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在 算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差点把我们的同事 逼到离职 逼到离职啊 你有什么逼他离职 呃我 怎么讲 就是说我就是 在呃 职务上跟我的上头直接讲明说有我就没有他 呃他就没有我 嗯 对 那那他做了什么事情让你如此的不想要有他 OK因为我们算是业务单位啊那他算是我算是公司的最资深啦那他是刚来没多久的最资钱那因为业务上的关系我们有一些重叠对那重叠的部分其实我基于一个资深的业务的立场那我个性是比较友善的所以我都好好的跟他讲了很多教他很多方法怎么样的经营怎么样的方式然后他怎么样去运务的方式 嗯 对那他就是在我来看就是他有跟我点头说好没问题可是私底下却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然后造成我这边的业务上跟我的客户端很多的困扰哦 哦 对 然后我在后面真的是 然后又有一次的一个爆发点就是刚好在群組里面的事件 他就在那边真的已经说下话 嗯 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就是很不客气的讲说 就没有这件事啊 他他已经很客气了他这样说 嗯 对啊 然后我后来我是 就是应该真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跟那个人受不了 然后我去 直接跟公司的上头说 就把这个事情说完 然后跟他讲了明白说 有他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他这样 嗯 对 那结果咧结果最后的处理方式是 公司是很很重视这一段啦 那到最后甚至大老板都出来就是跟我谈这件事情 嗯 那公司的做说法是比较客气啦 然后一来一个部分是说他就是说 在这个事件上因为我没有一个实质上的主管权嘛 我就是只是资深的业务 嗯 所以说他是以公司的一个制度来走的话 他是可以不理我们的嘛 不理我的这一段 他也可以装死说不知道 因为毕竟很多事情是 我用口头讲的 嗯 所以公司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件如果他直接这样做的话 公司的立场会比较站不住脚 嗯 对所以公司是希望把我伸上来 然后并且把这些规章全部明文化 嗯 然后再来处理这件事 嗯 对那我那时候是也去比较消了啦 我是觉得说更重要的事情是把事情处理好 嗯 因为毕竟在一个区域里面要把业务的事情 把客人的事情都处理好 我已经深耕了好几年了 这个事情是很花时间的 不要把这个事情搞砸 对公司是损失啊 嗯 对啊 那后来因为 毕竟大老板都亲自出来讲了 就是他私底下找我 找我们的大主管 我们几个人讨论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这边最后我也是退了一步 我就笑一笑的说没关系啊 那就 我们就就就把归章先把它确认清楚 嗯 变成白子黑字 嗯 对那如果说变成白子黑字 如果他还是坚持就是会用这么多的小动作的时候 到时候 我这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就是 就是处理这件事 嗯 那他是说 老板大老板是说急着事要把我升上去 可是我其实我也不想升 对 对 因为我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处理完 我想把我的区域顾好而已 嗯 我是想调查我的事而已 对 我就是想要把我的这一个部分 包含我的客人 把他们顾好 让他们的权益不要受损 不要因为你一个业务进来 你为了增加你的业绩 然后你造成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经营上的一些 大问题这样 嗯嗯嗯嗯 这样 好哟 谢谢你的告诫 谢谢 希望一切都没事 希望一切都顺利 感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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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下午的三点钟过后的周三告解是0223639955 这个礼拜我有三件要告解的事情 太多了吧 星期五的一周大事 我一件都想不出来 但如果你要我自我批判 这可是源源不绝呢 嗯 我想过一件事 不是坏的事 是坏的事 三件第一件是我要跟我老婆道歉 嗯 昨天晚上要睡前的时候 你嘲弄她的私职睡衣吗 欸不是嘲弄 昨天晚上睡前的时候好像讲了一句重话 但 因为那已经半梦半醒之间了 但是她也没有生气 嗯 我觉得她真的很了不起 那句话我一说出口 我觉得哇我怎么会说这种话 完蛋了 我觉得哇这 我还是人吧我 但她没有生气 对 我要非常感谢她 嗯 谢谢她的包容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也是 也是跟那个说话态度有关的 嗯 如果说话态度 你的确是有源源不绝值得讲的 对 源源不绝可以自我批判的部分 10月10号 双十节那一天的节目当中 接到了一通电话 她呢可能把那个时候的闲聊 帮帮忙当做了 呃现在的告解式 因为她不想说她是谁 嗯 然后呢也讲了一个眉头眉尾的故事 然后问该怎么办 问该怎么办 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回的 蛮直接的 嗯 就可能有伤害到她 你当下没有感受到啊 啊 当下就是要挂电话的时候有感受到 哈哈哈哈 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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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件事情呢 诶也是 诶也是10月10号当天吗 10月10号 还是昨天 10月10号当天的节目 有听众呢 美姑咪打电话进来 嗯 问了眼睛眼科的问题 我马上就说 我挂好号了哦 我10月12号 也就是今天 今天12号 我10月10 我挂了10月12号的号 我就要去看眼睛 嗯 到了看诊时间我还坐在家里 哈 哈 哈 你今天早上要看眼睛的 嗯 对 啊你没有叮叮叮叮提醒你吗 嗯 有 那然后咧 我手边是没忙完 就 就过了 对不起 哈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 每天想我一次 如果你因为我而充实 我很诚实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 听我爱的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 你明明知道你要出门去看眼睛了 嘿 但这事情没重点想到就算了 就不去了 不是 不是就算了就不去了 我一直想着我要去 我一直以为 他可以就是上午诊 是到12点半 嗯 然后他的最后挂号时间 是12点 嗯 你觉得你这些12点之前 你可以踩线 对 那你有踩成功吗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11点半了嘛 所以我差不多 就算那个时候出门 可能就是啊 很刚好可以敢敢到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再 打开了一下那个 呃 医院的门诊时间 嗯 最后上午诊 看到谁跟你看到12点半 上午诊就是看到12点 12点的半个小时前 就是11点半啊 就是闹钟响的时候 你就已经错过了 我一边在看 欸现在是11点32分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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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约了星期五 挂了星期五的门诊 你确定你星期五会去吗 我一定会 一定一定会 星期五一定会 星期五 我爸 我爸 我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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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妈 她妈妈 卡卡卡 � 星期五 有一个机器人 会督促我去 那个人 叫做 吴玛丽 因为星期五 你要去上日文课嘛 喔 你这是挂下午诊了 是不是 对 我就是结束的时候 现场节目结束 我就驱车前往 刚刚好 可以赶上最 后 又要赶最后 你确定吗 他几点最后挂号 五点 可以吧 可以吧 行吧 行吧 行行 他没有来拉住我 他还不懂 还是不懂 离开时想要被挽留 如果开口 那只是我要来的温柔 他还不懂 永远不懂 一个拥抱能代替所有 我确定能够都要我 UFO听完了我的抛砖引玉之后 有没有欲要来告解呢 你有罪吗 02-2363-9955 2363-9955 星期三的周三告解式告解的时间 群组上面大家不需要为了我开赌盘吧 不用觉得我星期五也看不到眼科这件事情吧 不可能啊 他星期五一段时间我就赶他走啊 对啊 这个 当我们有一个很可靠的保险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就可以继续进行 好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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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